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其实呢今天我要介绍就是这个象牙色的一星海岩窝 这是特制特学出来的 当我们从海里捞出来的海蔬菜的时候 它是有活性的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挑选这些粗糙的 你看这些很均匀很细节 而且它都没有那些黑点 黑点粒是太阳晒的话呢 都是那个紫外线造成的 而这个呢不是太阳在晒的这个海岩窝 而是特制在工厂的机器里面烘干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蛮美的 那今天我泡了这个一星海岩窝在水里 泡了大概五六个小时而已 滴水没有胶质 这个是正确 就是说泡在水里的 就是海蔬菜所含有的胶原蛋白 胶素都好 都还储存在里面 所以呢没有流逝在水里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哦 所以在市场上 虽然很多海岩窝 但是一星海岩窝呢 你泡在水里之后它没有胶质 这个是重点要注意哦 假如水里有胶质的话呢 就是海蔬菜的胶质已经流逝了 那么其实这个呢 直接吃都可以 就是所谓今天的那个素菜的冷盘 那今天我们做了这个意大利sauce 你看呢 这个是那个spaghetti sauce 很简单 我直接呢 对不起啊 我用手我直接可以这样子 然后泡在这里 然后搅均匀它 那我直接都可以吃 因为是 我当它是一个冷耙 它是这么有这么好的口感 ok 接下来呢 你可以吃 这个是羊饰 我们可以吃中饰 中饰就是今天这个味道哦 这个是很简单 这个是豆腐 我们用了那个蚝油 加一点小葱 炒一炒 绕上去的时候呢 你看 直接把海岩窝 好 切碎了 在上面啊 直接这样子吃 也是很有口感的 海岩窝其实它有很多做法 它可以是这样子直接吃 或者呢 你可以是当着冷耙 煮成那个果冻 也可以 但是效果有不一样的效果 而我 比较喜欢这样子吃 为什么我直接就可以说 所谓生吃的时候呢 酵素我储存 胶原蛋白都在里面 还有那个矿物质都在里面 有点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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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的饭 谢谢你 谢谢你 支持一星海夜物 晚安 我们好聊 你 打托 那 你 字幕by索兰娅